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演杨善周的著名实力派影星刘佩奇 其表演风格在中国演艺界也是独树一帜 有着影帝支撑的他此次在电视剧《不曾见过你》中 将以40年的角色年龄跨度 向观众呈现一个有血有肉 有情有魂的当代楷模杨善周 现场他更是放出豪言 塑造杨善周这个人物 他最棒 我在塑造杨善周这个人物的时候 我一定是非常自信的 非常自豪的说 我是最棒 但是至于说整个作品 将来会是什么样 我们只有一个 大致的判断 这个判断呢还真不好 整个作品都是最棒的 真不好这么说 从目前我们拍摄的这个工作状态 和工作进度 画面的质量来讲 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戏 此次在剧中与刘佩奇合作 出演夫妻的那人花 在该剧中活脱脱一个农村妇女形象 而她的老年装也是十足的逼真 我在这个电视剧里扮演杨善周的妻子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村妇女 一直在乡下干活 连保山城都没有来过 我这个衣服呢 是大概是在扮演 因为她是从 大概是四十多岁 一直演到七十八岁嘛 这个好像是五六十岁吧 是我的二号妆教 他们当日 恰逢高明于丁柳源上演一场妇女重逢的戏份 从央视热播剧《夏妍的秋天》 到都市清洗剧《晕头不转向》 以及刚刚杀青的《老爸的亲愿》 都让丁柳源收获了不同的戏辱人生感受 此番在该剧中 饰演记者的他坦言 对于此次饰演的角色 私底下也是做足了功课 我尽我最大的能力了 然后这个像不像等到 应该说放的时候 我想你们都是有发言权的 其实我之前我也做了 因为除了就是经常跟咱们媒体朋友打交道以外 还有就是我也经常会 我也有自己心里喜欢的主播 或者是女主持人 因为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来演嘛 我比较喜欢的一些主持人 然后看到他们的视频也好 或者看到他们的那种 每天的日记也好 我觉得对我都是有收获的